各位,上次說到要跟呂鳳仙決鬥之前,阿菲對李尋寬說:「我從未求過你什麼事。」 是嗎?李尋寬說:「是,你從未求過任何人的。」 現在,我有件事要求你,那你說吧,這一次,你不要再阻礙我,一定要讓我去。 你如果搶著出手,我,我就死了。」 李尋寬的神色顯得很痛苦,阿菲,你根本不用這樣做,我一定要這樣做,因為李鳳仙說得沒錯,再這樣下去,我活著和死差不多。 李尋寬,你以為我記大都不能放過這次機會了。 李尋寬?李尋寬有點不明白了。 是,我如果想翻山,如果想新生,這次就是我最後的機會。 啊,那以後難道就沒有機會了嗎,阿菲? 李尋寬下頭,以後就算有機會,但是我,今天如果我失去了這次勇氣,以後就永遠不會再有勇氣振作的了。 喏,一個人受的打擊太大,就會變得消沉。如果消沉得太久,無論多麼堅強的人,都會變得軟弱,勇氣也必然會消失。 李尋寬,李尋寬,李尋寬想了很久,他才說,阿菲,你的意思,我明白的。 不過,阿菲,你馬上打聽他說話了。 我知道我出手是暗了一點,因為這兩年,我都感覺到自己的反應漸漸遲鈍,甚至有點麻木。 李尋寬就說,啊,只要你有決心,一切都會恢復的。只不過,現在還沒到時候的。 李尋寬,不是,現在正是時候。現在?為什麼?阿菲慢慢攤開手板,那些血已經染紅了他的手。 扇頭被他捏碎了的那種酒杯的碎片,扔了他的手板的肉。聽著阿菲就說了。 因為現在我忽然發現,肉體上的痛苦,不止可以減輕心裡頭的苦惱。 而且還可以令人精進、振作,又可以令人敏裔。 他真的說得沒錯,痛苦本來就可以刺激人的神經,令人的反應敏裔,也可以激發人的潛力。 就算是一匹馬,當你鞭打他,令他覺得痛苦的時候,他就會跑得快些。 受傷的野獸,通常都會比平時更可怕的。 李尋寬想了一下,他才問阿菲,你真的這麼有決心? 怎料阿菲又反問他,你對我沒有信心了嗎? 那麼,李尋寬就突然笑了,出力怕他的肩膀。 好,好,阿菲,那你去吧。 看著阿菲的背影,李尋寬覺得趕不出這麼開心。 這個拔強的年輕人終於都站起來了。 而且這次他說了很多話,居然完全沒有提起林仙兒。 愛情始終都不能佔有一個男子漢的全盜生命。 但是阿菲真的能夠打得贏呂鳳仙嗎? 這次他如果又輸了,呂鳳仙就算不殺他,他還有沒有面子做人呢? 想到這些,李尋寬忍不住就騎騎聲咳,咳到幼稚出血了。 呂鳳仙還在那邊等著,沒有說過一句話,這個人的確很沉得住氣。 阿菲突然一手扯開自己的衣服,用那隻血淋淋的手猛地捉個身, 酒杯的碎片就像刺進他的肉。 血呀,只有鮮血才激發到人原始的壽性。 情慾和仇恨,其他東西或許都可以。 不過沒有一樣東西學著鮮血這麼直接。 阿菲好像又回到了原野之中, 你如果要生存,就要你的敵人死。 呂鳳仙看著他一路路走近,突然覺得一種無法形容的壓力。 他忽然覺得走過來的簡直不是那個人,而是一隻野獸,受傷的野獸。 仇敵和朋友之間的分別,就正如生和死之間的分別。 如果有人想你死,你就要他死。 你當中絕無選擇的餘地,這些是原野上的法則, 亦是生存的法則。 寬恕這兩個字,在某些地方是完全不實際的。 血在那裡流,不停地流。 阿菲身上每塊肌肉都因爲痛苦而在那裡打針, 但是他的手反而越來越堅定。 他的眼光也越來越冷酷。 呂鳳仙永遠沒有辦法了解這個年輕人,為何會一下子變了? 不過他很了解阿菲的劍法。 阿菲劍法的可怕之處並在快和狠,而是穩和準。 他一出手就要置人於死命,但起碼他要有七成打壓才會出手。 所以他必須等,等對方露出破綻,露出弱點,等對方給他機會。 但是現在,呂鳳仙似乎立心不給他這個機會。 呂鳳仙看來,雖然只是隨隨便站在那裡,全身上下, 道道看來都好像是空門。 阿菲把劍似乎立刻刺進去都刺到他。 但是空門太多,反而變成了沒有空門。 他整個人似乎變成一片空靈。 那空靈這意志,正是武學中最高的境界。 李尋歡離遠看著,眼中充滿了憂慮。 呂鳳仙的確是值得自傲。 李尋歡想不到他的武功如此之高, 也看不出阿菲有任何希望可以戰勝他, 因為阿菲簡直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了。 夜更深,山墳間忽然間有迫光閃動,是鬼火。 吹的是西風,呂鳳仙的臉正是朝著西邊。 有風吹過了,一點鬼火隨風飄到呂鳳仙的面前。 呂鳳仙眨眨眨眼,左手動了一動, 好像想發開這點鬼火,不過立刻又忍住。 生死決鬥中,任何不必要的動作都可能帶來致命的危險。 呂鳳仙的手雖然沒有動作,但是左手臂的肌肉因為要動作的念頭而緊張了一下, 就再保持不到那種空靈的境界。 當然不算是一個好機會, 再壞的機會都比沒有機會好。 只要有機會,阿菲絕不會錯過。 他把劍已經出手了。 這一劍的關係實在太大, 阿菲今後一生的命運都會因爲這一劍的得失而改變。 這一劍如果得手,阿菲就會從此振作,洗清上一次失敗的羞辱。 這一劍如果失手,他就事必從此消沉,甚至墮落。 會變得像呂鳳仙說的那樣,生不如死。 這一劍實在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劍光一閃,嘩! 把劍斷了。 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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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菲慢打倒退,手道就剩下半個斷劍。 但是另一半個劍被夾在呂鳳仙的手指上, 劍尖已經刺進他的肩膀。 呂鳳仙雖然夾著阿菲的劍, 不過出手顯然還是慢了些。 那些血正從他的肩膀流下來, 這一劍竟然是得了手。 阿菲面上突然露出一種奇異的光輝, 勝利的光輝。 但是呂鳳仙面上一點表情都沒有。 好冷漠地看著阿菲, 斷劍還插在他的肩膀上。 阿菲站在這裏, 再沒有出手的意思了, 他的肩膀和苦悶從一劍裡發洩了。 他要的只是勝利, 並不是人家的生命。 呂鳳仙本來還等著他再出手, 只等了很久, 都不叫人家出手。 他就突然說了, 好, 好野。 這句話的意思是很明顯的。 能從這種人的嘴裡聽到這句話, 已經是令人覺得振奮, 覺得驕傲。 誰知道他臨走的時候還加多一句。 李尋寬果然沒有說錯, 又沒有看錯了你。 咦?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李尋寬曾經對他說過什麼來? 呂鳳仙的身影, 突然在夜色中消失。 李尋寬出你怕阿飛的肩膀。 哈哈哈哈哈哈。 阿飛, 你還是你? 我早就知道, 那些打擊一定不會讓你洩氣的。 世上本來就沒有常勝的將軍, 連神都有敗的時候, 何況人呢? 哈哈哈哈哈哈。 不過從現在起, 我對你就更有信心了。 阿飛突然打出那句話, 你以為我從此不會再敗咯? 李尋寬說, 哈哈哈哈哈哈。 呂鳳仙的武功已經沒有什麼人能及了。 如果連他都避不開你的劍, 世上怕沒有人避得開了吧? 不過, 我覺得我這次, 人家有些牽強。 什麼? 牽強? 我出手沒有以前那麼快。 誰說的? 不用別人說。 我自己也感覺得得出。 阿飛還看著呂鳳仙身影消失的地方, 慢慢接著說。 我覺得他本來可以打贏我的。 他出手絕不會讓我這麼慢。 李尋寬就說, 啊, 他的武功的確很高, 甚至比你高。 知道你把握著最好的機會, 這些是別人比不上你的地方。 所以, 你才會打得贏。 哈哈哈哈。 所以呂鳳仙雖然大了, 也沒有什麼不服。 啊, 連他這種人都服了你。 你自己對自己, 難道還沒有信心? 嘿嘿, 嘿嘿, 阿飛終於笑了。 唉, 對一個受打擊的人來說, 世上還有什麼比朋友的鼓勵更珍貴呢? 至今李尋寬就說了。 哈哈哈哈, 無論怎麼說都好, 這件事應該慶祝了。 你喜歡用什麼來慶祝呢? 阿飛說, 嘿嘿, 燒酒吧。 當然是燒酒吧。 除了酒之外還有什麼? 嘿嘿, 沒錯, 當然是燒酒吧。 慶祝的時候, 如果沒有燒酒, 就好像在炒菜的時候不方便。 阿飛就跟著說, 嘿嘿, 簡直被炒菜的時候不方便, 還要淡如無味。 阿飛睡了, 燒酒的確很奇妙, 有時候可以令人興奮, 有時候又可以令人安眠。 這幾天, 阿飛幾乎還沒有睡覺, 就算睡著也很快醒了。 啊, 他總是想不通, 自己在家裡的時候, 為什麼一跌倒就睡到死豬一樣呢? 等他睡著之後, 李尋寬就走出這家客棧。 走過另一條街, 還有一家客棧。 李尋寬突然飛身跳入這家客棧的後院。 三更半夜了, 他特地來這家客棧做什麼呢? 將近天亮, 後院裡還有一間房子著燈。 李尋寬小小地拍門, 房裡頭就立刻有人回應了, 是李探花啊? 是, 門開了, 開門當然是呂鳳仙。 他怎麼會在這裡呢? 李尋寬又怎麼會知道他在這裡, 為什麼來找他呢? 難道他們兩個之間, 有什麼秘密的約定? 嗯? 既然李尋寬嘴角帶著冷漠而奇怪的微笑。 呵呵, 李探花果然有口齒, 來了啦, 跟著有把女仔聲就說了。 我早就說過, 只要他答應得的, 就一定不會失信的。 李尋寬身後的竟然是玲玲啊。 玲玲怎麼會跟李尋寬在一起呢? 李尋寬究竟答應過什麼呢? 燈光昏凰, 知道李尋寬的臉色就蒼白得可怕。 他走進這間房間, 突然向呂鳳仙心心一心, 多謝。 呂鳳仙就說了, 你不用多謝我, 因為這次根本是一件交易, 誰都不用多謝誰的。 呵呵, 這種交易, 不是人人都肯做, 我當然要多謝你了。 這倒是, 這次的確是一件很特別的交易。 你要玲玲跟我說的時候, 我的確吃了驚。 所以, 我才要他向你解釋得清楚一點。 其實不用解釋, 我都很了解, 你要我特地輸給阿菲, 是希望他因此而振作起來, 不要再消沉。 是, 的確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阿菲, 的確值得我這樣做。 啊, 那因為你是他朋友, 我不是。 哼, 我簡直想不到, 世上會有人向我提出這麼荒謬的要求。 你計準了, 我當時會答應你的嗎? 李尋寬小少了, 呵呵, 我起碼有這樣的把握, 因為我已經看出你不是繁殊的人, 也只有你這種非凡的人, 才肯答應這種非凡的事。 呂奉仙還眼定定地看著李尋寬。 啊? 那你又計準了阿菲, 肯定不會要我命的嗎? 李尋寬問, 我知道他的人, 勝了一分就絕不會再出手。 啊, 李尋寬, 你果然沒有看錯他, 也沒有看錯我。 呵呵, 我只是答应你让他一招 他如果再出手 我就会拿他命 你真的这么有把握 你不信吗 现在或者将来就未必了 所以呢 所以我本身就不应该答应你 阿飞不死 对我都是一种威胁 不过这样 有些人就喜欢有人威胁 因为威胁 又是种刺激 有刺激才有进步 一个人如果真是达到四孤无人的巅峰境地 豈不是很寂寞无人 吕鳳先听李沉欢这么说 想了很久他才说 哼 或者呢 不过我答应你 都不是为了这个缘故 我答应你 是因为你交换的条件很优厚 李沉欢就笑笑了 如果没有优厚的条件 又怎么跟别人谈交易呢 你说 只要我答应了你这件事 你会答应我一件事的 是 没错 知道你没有指明是什么事 没错 所以我可以要你做任何事 没错 吕鳳先的眼光一下就变得冷酷了 那我如果要你去死呢 李沉欢神色不变 以我一条命 换回阿飞一条命 那很公道 他说得很平静 嘴角甚至还带着微笑 好像他的生命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一样 所以他莫不关心 凌凌整个人就猛地打震 冲在吕鳳先的面前 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 我知道你又是个好人来 是不是 是不是 吕鳳先摸紧嘴 眼尾都不看下他 他只是很冷漠地看着李沉欢 紧闭着他嘴角 显得说不出这么冷酷高傲 这种人本身就不会将人家的生死放在心上 凌凌看着他的嘴角 面色就越来越苍白 震得越来越厉害 事关他好了解李沉欢 他知道吕鳳先摆着一动 李沉欢就会自动自觉去死 他既然为得人家活着 那当然可以为人家死 死往往比生容易 灵影也好了解吕鳳先 人家的生命在他眼中是一文不值 原来李沉欢为了还救阿飞 连自己的命都拿来做交易 现在吕鳳先要他去死 他会怎样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定下回分解 各位 上次李沉欢为了还救阿飞 将自己的命都拿出来做交易 只见现在吕鳳先就要他去死 哎呀 急到零零就什么 事关他好了解李沉欢 他知道吕鳳先摆着一动 李沉欢就会自动自觉去死 他既然为得人家活着 当然就可以为人家而死 灵灵也好了解吕鳳先 人家的生命在他眼中是一文不值 哎呀 看呀看呀 灵灵一声就暈了 因为他不想 也不敢听到吕鳳先说出那句说话 那昏迷 其实又是上天次比人类的很多种恩惠之一来的 人们在遇着自己不想做 不想讲 不想听的事那时 往往就会以昏迷这种方法来逃避的 李沉欢从来不逃避 他始终面对着吕鳳先 正如面对着死亡 都不知过了多久 吕鳳先才突然长叹一声 哎 想不到 世上真是有你这种人 阿飞认识到你这种朋友 真是福气 你尋欢就小笑了 你如果对阿飞了解多些 就会知道我能够认识到他这种朋友 有更加福气 是吗 是 但是你已经计准了我不会杀你 起码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杀你 是不是 李沉欢就没出声了 沉默 通常只是代表两种意思 默认和抗议 吕鳳先登大眼望着他 瞳孔渐渐松散 哎 我的确不会杀你 那你又知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你永远欠着我 永远觉得我对你有恩 如果我要杀你 以后还有机会 但是这种机会以后怕永远都不会再有了 在吕鳳先心里头的意思 是不是想以此来换得李沉欢的友情呢 李沉欢沉默了很久 后来他都笑 是 你还有机会的 我还要求你一件事 吕鳳先登大眼望着他 好像没曾见过这个人 过了很久 才冷笑一下 你第一次交易都没曾付出代价 就想要我做第二件事 那算是什么交易 李沉欢问 哦 那不是交易 是我求你 吕鳳先面试虽然很差 眼睛就有光彩了 既然不是交易 我为什么要答应 李沉欢微笑着 他眼神平和 凌朗而真诚 他看着李沉欢才说 真的不是 是我求你 他这句说话 回得得不止好巧妙 还有些狂妄 好像不像李沉欢平时 说话一样 但是吕鳳先又没生气 在心里反而觉得 有一种奇怪的温暖意思 因为他已经从李沉欢的眼中 看到一丝有情的光辉 或者就是唯一能够驱走 人间寂寞和黑暗的光辉 这些是永恒的光辉 只要人性不灭 就永远有有情存在 见个女蓬仙一 é 陈枫迁发问 人物 premier Lan 他人们都说 李沉欢从来都不求人 今天居然肯来求我 看来 我女蓬仙的面子都挺大 李沉欢就说 我既然欠了你了 那欠多些又有什么要紧 呂逢仙跟著又笑了,這次她真心笑了。 她說,哈哈哈哈,有人說,學做生意最大的學問,就要懂得做什麼社長,看來你應該去做生意好一點。 李尋寬就說,那就是你願意答應了。 哎,起碼我現在還未想出拒絕的法子,你趁此機會,快點說吧,李尋寬就劈了幾聲,神情又變得有些沉重。 唉,如果你兩年前遇見阿菲,我不求你,你也怕會敗在她手下。 李尋寬先沉默著,也不知是默認還是抗議。 她用得沉默表示抗議已經很不容易了。 聽見李尋寬就說,你如果在兩年前遇見阿菲,就會發現那時候她和現在簡直不同一個人。 李尋寬先沉默說,兩年而已,她怎會變得這麼厲害? 李尋寬就長嘆一聲。 唉,她不幸遇到一個女人。 女人?當然是女人。 世上,或者只有女人,才可以改變男人。 哼,阿菲不是改變,而是墮落。 一個男人為了女人而墮落,這種人不只不值得同情,還蠢到笑大人口。 哦,是,是,是,你說得或者沒錯,可能你還沒遇見這樣的女人。 我遇見又怎樣? 你如果遇見她,說不然一樣,會變成阿菲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你以為我是一個未聞過女人隨的人嗎? 哦,那是,那是,但是那個女人,她,她絕對跟別的女人不同。 曾經有個人將她形容得很好。 她看來像個仙女,才專門帶男人到地獄的。 嗯? 嗯? 呂鳳仙,就眨一下眼。 啊! 我已經知道你說的是誰了。 李尋寬就說了。 唉,你應該猜到的。 因為世上,就只有她這麼一個女人。 幸好只有一個,不然就死得男人多了。 啊! 有關這位天下第一美人的傳說,我的確聽過不少的。 是。 阿菲現在總算振作翻。 我不可以眼看著她再次沉淪的。 所以,所以,你要我去殺了那個女人? 我只是希望阿菲,永遠不要再見到她。 因為一見到她,阿菲就無法自拔。 呂鳳仙聽完,想了很久,她才問李尋寬。 啊! 啊! 那本來你可以自己動手的。 李尋寬就笑了,笑得很淒涼。 哼!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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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啊! 如果被阿菲知道了, 一定會生我的生氣的。 呂鳳仙說, 阿菲會明白你這麼做,是為她好的。 李尋寬就苦笑一下。 哼哼! 無論多麼聰明的人,如果陷入情網而不能自拔,都會變成我猛人的。 那你又為什麼不找別人做這件事,一定要找我? 因為人家就算有力量殺那個人,但是見到他之後,都怕不忍心落手。 因為,因為本身我就很難找多一個我可以去求的人。 李尋寬講到這件事,擔高頭望實呂鳳仙,他們大家目光相遇,呂鳳仙的心忽然充滿了溫暖的感覺。 他已經從李尋寬的眼睛看見他的寂寞和悲痛。 那是英雄唯有的寂寞和悲痛。 也只有英雄才了解這種寂寞是多麼淒慘,這種悲痛是多麼深沉。 後來,呂鳳仙一咬牙就說,那個女人現在在哪裏? 李尋寬就馬上說,呂鳳知道他在哪裏。 很可惜,呂鳳仙怕呂鳳仙叫李尋寬去死,就急到暈了,到現在還沒醒。 李尋寬看見他,就對著呂鳳仙說了。 你以為想他帶你去,怕沒那麼容易。 呂鳳仙就笑了,哈哈哈哈。 那不用你擔心,我有辦法。 第二天,阿飛醒的時候,李尋寬還在睡著。 在睡夢中,李尋寬不停咳咳咳咳得厲害的時候,他全身都因為痛苦而靜亂。 陽光從窗口斜斜地照進來,阿飛這樣才發現李尋寬頭殼的白髮和面上多了的皺紋。 他就只剩下那雙眼,還是年輕的。 每當他閉上眼的時候,就會顯得很潮水,很蒼老,甚至很衰弱。 只有誰會想到,在這麼衰弱的驅殼裏頭,收藏著這麼堅強的意志,這麼高尚的人格,這麼偉大的靈魂呢? 他活著,就在那裡忍受著煎熬,各式各樣不同的煎熬,折磨,打擊。 但是他沒有倒下,也沒有覺得生命是冷酷、黑暗的。 因為只要有他在這裡,就有溫暖、就有光明。 他帶給人家的永遠都是快樂,只將痛苦就留給了自己。 阿飛看著看著他,忍著眼裡就飆行出來了。 李尋寬還睡得很軟。 阿飛雖然夾著想回家,夾著想看到林仙怡春花般的笑臉。 不過,還是不忍心驚動李尋寬。 他靜靜地染上門,靜靜地走出去,穿過了院子。 風很大,沙黎在風中飛舞,路上的行人也很疏落。 阿飛在街邊一間小食店吃早飯。 沒多久,有兩個人急急腳亂門口走過。 前邊是駝背鞠躬,整頭白白的白衣躬。 手上拿著一支木煙斗,身上的藍衣已經夠白了。 後邊真的是一個小姑娘,眼大大縮著兩條媽邊。 阿飛認出他們,兩年前曾經見過一次的廣古佬和他的孫女。 他還記得這兩個人都姓孫的。 不過廣古老地就完全沒有看見阿飛,很快就從門口走過。 阿飛喝完一碗豆漿,再擔高頭,又見到一個人在街上走過。 那個人身材很高。 黃衫、竹母,他的帽子套得很低,走路的姿勢也很特別。 是驚無名!阿飛看到他的心,突然跳快了很多。 驚無名雙眼就一直盯著前邊,好像還在追蹤在前頭走過的廣古老地。 没发觉阿飞就坐在路边这间小食店里 阿飞见到他 见到他插在腰带里那把剑 只没看到他那只受了伤的手 拿布带吊住他那只残废了的手 一看到人家那把剑 阿飞伤眼就没心机看第二样东西 就是这把剑 令他第一次尝到失败和屈辱的滋味 就是这把剑 令他几乎永远沉沦 阿飞在握拳头 手上心的伤口又抹开了 大把声流血 疼痛由手掌心传到入心 他全身的肌肉立刻全部紧张 他已经忘记了 惊无命有一只残废的手 他一心想和惊无命再缺高低 除此之外他没想到第二样东西 惊无命很快从门口那边走过 阿飞慢慢站起身 手痛得更加厉害 但是痛苦越剧烈 他的感觉就越敏锐 没多久 街外边又有个人走过 这个人又是穿着黄色的长衫 绿帽子还加低 走路的姿态也都很奇怪 原来这个人就是上官金虎的儿子 上官飞 阿飞就不懂上官飞 只一眼就看出这个人 实会和惊无命有很密切的关系 而且摆明还追踪着惊无命 上官飞身材虽然比惊无命矮小小 年轻一点 只那种冷酷的神情 那种走路的姿态 就好像是惊无命的兄弟 他为什么暗中追踪惊无命呢 这里的地方本身就很背下 再转过另一条街 行人更少了 阿飞走得很快 始终和上官飞保持着一段距离 最前面走的港股老地早就已经看不见了 惊无命又剩下一条淡黄色的人影 但是上官飞还是走得很自由 啊 阿飞发觉这个人也都很懂得追踪的缺巧 要追踪一个人 而不被发觉 就不能够急躁要沉得住气 前面是个小山 惊无命已经转过山坳了 只见上官飞的脚步突然加快 似乎想在山后边追上惊无命 等他个人又消失在山后边 阿飞就以最快的触动 嚓嚓声冲上小山 他知道山上 一定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事 他果然没有失望 惊无命从未感觉到恐惧 一个人连死都不怕 还有什么可怕 但是现在 不知道为什么 他眼神中居然帶有恐懼,他怕什麼呢?轉過山後,景色更加荒涼,秋風消殺。 驚無名的手,突然按著肩頂,不過是右手,不是使慣劍的手,把劍在手上不算是殺人的利器。 他的手抵起,又放下,連腳步都停了,好像知道自己的路已經走到盡頭。 就說這時候,他聽見上官妃在後面這麼冷笑,哼哼哼哼,你不用再做戲了。 驚無名慢慢轉身,死灰色的眼睛又變得全無表情,很冷漠地看著上官妃。 你說我在這裏做戲? 是啊,你專程跟蹤港古佬,是不是在這裏做戲? 因為你根本沒必要追蹤他們。 那我追蹤他們,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我。 你? 咦? 你早就知道我在這裏批殺你的。 那是你無料而已。 無料就無料,總之現在殺得到你,你當然早就知道我會殺你。 驚無名的確早就知道,所以他不感覺到驚奇。 驚奇的只是阿妃。 這兩個人,本來是同一幫派,同一門下,為何要自相殘殺呢? 聽見上官妃說,哼,十年前,我們已經想殺你了。 你知不知道他是為什麼? 驚無名拒絕回答,他一向只是問,不回答人。 上官妃愈來愈激動,眼中充滿了怨毒。 哼,這個世上如果沒有了你,我就會生活得更好。 你不只搶走我的地位,還搶走我的爸爸。 自從你來了之後,本來屬於我的一切,就全部變成是你的了。 驚無名就冷漠地說了。 哼,那只能怪你自己。 你一向比不上我。 你自己心說肚明了。 不是為了這些的。 是,是。 金錢幫的兩個高層人士,為何突然自相殘殺呢? 要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各位,上次說到阿妃無意之中,見到上官金紅我兒子上官妃,暗中追蹤驚無名。 在山上,上官妃還極爛著驚無名地說, 啊,十年前,我就已經想殺你了。 你知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驚無名拒絕回答。 他人一向只是問不答人的。 上官妃看來就越來越激動,眼中充滿了怨毒。 我,這個世上,如果沒有你,我就可以生活得更加好。 你不止搶走我的地位,還搶走我老爸。 自從你來了之後,本來屬於我的一切,就全部變成是你的了。 驚無名地說, 那只能怪你自己。 你一向比不上我。 上官妃就咬著牙,逐字逐句說了。 你自己心知肚明,不是為了這個緣故的。 是因...因... 他拼命地控制著自己, 但是還忍不住爆發得出來。 一... 因為你是我老爸的私生子。 我媽媽,我媽就是被你媽媽激死的。 驚無名死灰色的眼睛突然間收縮, 變得好像兩滴血。 兩滴早已乾敷,變了色的血。 在武紀院躲起來的阿妃, 眼中也露出很痛苦的神色。 似乎跟驚無名有同樣的痛苦, 而且痛苦比驚無名更厲害。 聽著上官妃又跟驚無名說了。 哼! 這些事, 你們一直瞞著我, 以為我真的不知道? 他說的你們, 當然是指驚無名和上官金雄。 這兩個字, 從他嘴裡說出來, 沒有傷害到別人, 傷害到的只是他自己。 聽他又說了, 哼哼! 驚無名! 其實自從你來的第一天, 我就已經知道殺人, 從那天起, 我就一直等機會殺你。 驚無名就說了, 哼! 你的機會並不多的。 是! 那時候我就算有機會, 也未必會下手。 因為那時候你還有利用的價值, 但是現在不痛了。 哼哼! 那時候你在我老爸眼中, 就好像是一把刀, 殺人的刀。 我如果毀了他的刀, 他不會放過我的。 至現在, 你不過是夠廢鐵, 你的生死, 他已經不會放在心裡了。 驚無名沉默了很久, 啊! 後面居然點一下頭。 沒錯! 我的生死, 連我自己都未放在心裡。 又何況他呢? 常官非就說了, 哼! 這樣的說話, 你或者騙得到帝哥, 騙得到你自己, 就騙不到我。 騙你? 哼! 你如果真的這麼不怕死, 為什麼還要拖延逃避啊? 拖延? 逃避? 還不是? 你特地做出追蹤廣古佬的姿態, 就說想拖延逃避啊! 你追蹤的如果不是廣古佬, 我就一定會讓你先追出結果, 看你是想追出他的下落, 還是在等機會殺他? 然後, 我才會對你下手的。 哼哼! 可惜你選錯了人, 因為你根本追不出他的下落, 更加殺不到他, 你根本就不是廣古佬的對手。 驚無命這時候, 突然笑了一下。 哼! 哼! 或者, 他笑得很奇怪, 常官非又沒有看出來, 繼續說了。 雖然你的追蹤, 不過是一種煙霧, 想我不向你下手而已。 事關, 你現在馬上怕死了。 什麼? 怕死? 是啊! 你以前的確不怕死的, 不過是因為那時候, 沒有人能夠威脅你的生命, 現在我隨時都殺得到你。 哼! 常官非龍鳳相還出了手! 驚無命沉默了很久, 他再說, 看來, 你好像什麼事都知道了。 是! 我起碼比你想像中多明得多了吧! 驚無命突然又笑了一下。 哼! 哼! 可惜你還有一件事不知道。 什麼事? 別的事, 你不知道不重要。 不過這件事, 你如果不知道, 就要死。 哼! 這件事如果真是這麼重要的, 我就絕不會不知道。 你絕不會知道。 因為這是我的秘密, 我從來未曾告訴過。 哼! 那你現在準備告訴我了。 沒錯! 我現在準備告訴你, 不過是有交換條件的。 什麼條件? 驚無命死灰色的眼睛又像收縮了。 。 我如果告訴你, 你就要死? 啊? 你要我死? 我要你死。 因為活著的人, 是不會知道這個秘密的。 。 常觀飛瞪大眼看著驚無命, 突然咔咔咔咔笑。 這件事的確很可笑。 一個洗慣劍的那隻手廢了的人, 居然還想拿人家的命。 常觀飛一字笑就一字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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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驚無命, 你想用什麼法子來殺我? 用你的頭來撞? 用你的嘴來咬啊? 驚無命回答得很簡短, 亦都很巧妙, 就只有兩個字。 不是。 常觀飛的笑聲一漏漏漏漏。 這麼簡短的回答, 不像是客人, 更加不像在開玩笑。 只見驚無命就說了。 我要殺你。 用的就是這隻手。 她的手遞高了, 是一隻右手。 她以前是左手用劍。 後來被李尋寬飛刀擦傷, 她索性自己弄斷了手。 這時候, 上觀飛笑得很牽強。 她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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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狗也殺不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見驚無命就說了。 我正是殺人, 不殺狗的。 常觀飛笑聲一下收著, 龍鳳雙環就立刻脫手飛出了。 一串短, 一串險, 龍鳳雙環本身就是武林中自絕自險的兵器。 這一腳, 龍長鳳舞脫手相飛, 更是險中之險。 如果不是逼絕拼命, 或者是明知對方已經逼入死角, 本來就不應該使出這一招。 這一招如果使出, 對方也很難閃得開了。 但是就在這時候, 劍剛已經飛出。 劍剛就這樣一閃, 已經進入了常觀飛的燕後。 常觀飛還沒有站住, 額頭的青筋一條條爆起了, 眼睛也突出來了, 死語地登著驚無命。 她死都不明白, 驚無命的劍是怎麼刺出來的。 只見驚無命很冷漠地看著她。 我這隻右手比左手更快。 這就是我的秘密了。 常觀飛全身突然一陣抽筋, 喉嚨到啪, 響了一下, 那把劍就拔了出來, 鮮血飛箭。 常觀飛死語的眼, 還錄著驚無命, 眼中充滿了懷疑、悲哀、驚恐。 他還是不相信, 死都不相信, 驚恐。 他還是不相信, 死都不相信, 不過他一定要相信。 他脫手打出的龍鳳傷環, 已經拆入驚無命斷了的左手。 驚無命以他這隻斷了的廢手, 強行接了上觀飛的傷環, 然後以右手劍從左邊小煙一下刺出, 一劍刺入上觀飛的咽喉。 那多麼詭畢的劍法, 一劍很準、很毒、很快、很狠。 我的右手比左手更快, 這就是我的秘密。 驚無命的, 而且確沒有說謊, 但是這個事實有多麼令人無法思議, 難以相信。 上觀飛跟他同門十幾年, 未曾見過他一天練右手劍, 所以死都不明白他的右手劍是怎麼練成的。 驚無命倒下頭, 看著上觀飛的屍體, 看著這個同父義母的兄弟, 神情看來似乎有點惆悵, 失望。 很久很久, 他突然小聲說, 唉, 你何必要殺我? 我又何必要殺你? 他轉身就走了, 那對龍鳳雙環還插在他左手臂上。 唉, 懷疑, 驚恐, 不可以相信這些正是阿飛這時候的心情。 驚無命的劍法的確是可怕, 或者不一定比他的劍法快, 但是更加狠辣, 更加詭畢。 難道我真的沒辦法打揚驚無命? 就算明知這是事實, 阿飛這種人都沒法忍受。 看著驚無命漸漸離遠的背影, 他突然覺得心在那裡一陣熱血上湧, 忍不住就要跳下山去追了。 但就在這時候, 突然有隻手從後面一下扯著他。 阿飛轉頭, 見到李尋潘那隊充滿了友情和熱愛的眼睛。 阿飛終於倒下頭了。 唉, 或者我真的不如驚無命呢? 李尋潘說, 啊, 你就只有一點不如他。 一點? 為了殺人, 驚無命可以不擇一切手段, 甚至不惜犧牲自己。 但是你, 不行。 是, 我的確不行。 你不行, 是因為你有感情, 你的劍術雖然無情, 之人是有情。 所以, 所以我就永遠沒有辦法打揚驚無命。 錯了, 你一定會打贏他。 有感情, 才有生命, 有生命, 才有靈氣, 才有變化。 阿飛想了一段時間, 才慢慢點頭。 我明白了, 李尋潘說, 這一點, 還不是最重要的。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你根本沒有必要殺他, 也不能殺他。 為什麼? 是因為驚無命本身已經死了, 何必再殺他? 嗯? 是, 對, 驚無命的心, 其實已經死了。 不過, 既然已經沒有必要殺他, 你為什麼又說, 不可能殺他呢? 李尋潘就沒有回答這句話, 就反問回阿飛, 你知不知道他為什麼, 要暗中苦練右手劍法呢? 就是這樣。 跟著他又說, 如果我猜得對的話, 他這樣就是為了上官金雄。 阿飛又想了一下, 噢, 你認為上官金雄, 不知道他這個秘密嗎? 他? 他一定不知道。 何以見得? 驚無命的右手, 既然比左手更快, 本來可以一劍拿到上官菲的命, 根本不到上官菲還手的。 是呀, 但是, 他又偏偏要等上官菲出手先, 然後, 再盼著以左手臂去捱上官菲的傷患。 他又何苦多此一舉呢? 阿飛聽李尋潘這樣說, 想呀想呀, 後來他就說, 嗯, 我知道了, 那是因為驚無命的左手本來就已經廢了, 再捱多一次都沒有什麼大礙。 李尋潘就說, 這樣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驚無命這樣做, 為的又是上官金雄。 為的又是上官金雄? 那我不明白了。 喏, 驚無命很了解上官金雄, 知道上官金雄, 將任何人都當作工具。 誰如果失去了利用的價值, 上官金雄就會殺了誰? 哦, 是啊, 這一樣, 上官菲都說過。 哼, 驚無命就是怕上官金雄這樣對待他。 咦? 那上官金雄, 如果知道驚無命右手比左手更快, 就怕不會這樣對待他了吧? 但是, 上官金雄不知道呢? 那為什麼不說什麼上官金雄知道呢? 因為, 他跟上官金雄之間, 似乎有著某種很奇怪的感情。 他希望上官金雄對他好, 不是為了他的劍, 而是為了他人。 故此, 驚無命現在會去試探上官金雄, 看看他的左手斷了之後, 上官金雄, 還會不會像以前那樣對待他的? 阿菲聽到這話, 就出之點一下頭了。 哦, 那我大概都明白了。 李尋寬就說呢? 上官金雄說得沒錯, 驚無命現在的確有種恐懼, 但他恐懼的並不是死, 而是上官金雄的冷漠和輕滅。 照這樣說來, 他這個人, 就一樣有感情咯。 哼, 驚無命對人無情, 只對上官金雄是例外, 因為他這一生, 本來是為上官金雄而活著的。 他可以為上官金雄去死, 只不想死在上官金雄的手上。 我知道了, 所以他才暗中苦練右手劍法。 沒錯, 他盼死捱了上官菲的龍鳳雙環, 就想先練一下對付雙環的方法。 對,阿菲, 我也是這樣想的。 哦, 上官金雄對他的態度如果改變了, 他就會用這個法子去殺上官金雄了。 沒錯, 或者他做不到, 不過, 他起碼會去試一下。 說到這裏, 阿菲就沒有說什麼了。 低頭, 有點沒心機的樣子。 那倒是呀, 經無命無論劍法計謀都這麼厲害, 想打贏他, 希望就更加渺茫。 只見李尋寬又說, 上官金雄的龍鳳雙環在兵器譜明列第二, 不是說他的招式狠毒陰險, 而是因為他夠穩。 阿菲有點不明白了。 夠穩? 李尋寬說, 能夠將天下至險的兵器, 連到一個穩字, 這才是上官金雄無人能及之處。 上官金雄的武功, 根本就沒有他父親一省。 上官金雄之所以爭經無命, 是認為他父親沒有將武功的奧秘傳授給他, 而傳給經無命。 上官金雄如果不用龍長飛舞脫手雙飛這樣的險招, 經無命打揚他的機會就好未了。 不過上官金雄說不定都會使出來的, 因為他見到經無命的左手已經斷了, 再沒有顧慮, 流離都沒有用了。 所以, 經無命都不是說完全沒有機會的。 李尋寬一卵嘴地說, 說到這說, 阿菲就突然從夢中驚醒那樣。 哦! 是呀! 不過無論怎樣說, 上官金雄都是經無命的老爸來啊。 李尋寬就馬上另頭了, 肯定不是。 咦? 先頭上官菲明明是這麼說的。 啊! 那是上官菲自己猜的, 都猜得不對啊。 照這樣看, 他先頭對經無命說的那些說話, 難道又是假的了? 噢! 那些事當然不會假, 是他看法錯了。 喏! 照他們這樣一直分析下去, 究竟經無命是否上官金雄的兒子來呢?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拜拜!